米拉瓦地图当中表现比较好的队伍 那你这么来看的话 其实New Happy看似想要保持 他现在这个分数还是比较容易的 就根据数据来看的话 是的 勉强活着 哦 贴脸 小海最后是把自己给撵了 又是悟空 真的一圈信息王 我愿称悟空为一圈信息王 新一代的 要加三个字 是的 这样说 是的 是的 哦 这开到了Pero的脸上 哇 天梅好惨啊 这个开局 哇 天梅 天梅今天这个场面 现在天梅打得有点 呃 我觉得是什么呀 就像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一样 就哪怕今天我在地图上标一个点 说兄弟们一起去那里 可能都不会这样 一个位置 哇呦 我的贵贵 这个车技 烤鱼这真是把自己给 小害了一下呀 他踩了雷 嗯 还是给他两分面子 是 让我们打出 总冠军 嘿嘿嘿嘿嘿 好坏 好坏 嗯 天梅的爆发力 昨天还是很惊人的 是的 28分还是89分 可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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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个后半段发力的感觉 那个势头太阻了 好 GFY 现在同样也是 而且这两个队的距离 隔得也是有点远的 是 可以走 好 DT也击倒了玉 刚才也是说他们进城之后的话 马路这一侧和另外 三个人一起进来 林树先开枪 林树先开枪 吸引一下注意力 打一个 哦 漂亮 他没想到人直接压出来了 漂亮 直接穿了 一穿三 好自信 磁弹都不坏 是的 其实在打755的时候 就是他 因为唐帝打 M4的一个优势在什么地方 就是 全部投 他所有的预描位置 都是两枪投 然后在 大家常规使用二级投甲的情况下 M4的这个优势是非常 在圈中心再待一下 好 近点 GFY KRG 这里911 等于是走到了Lemon的脸上 是的 TMA其实下面的加油站是没有人 但是他们甚至是 暂时还没有赶去 但是速度上来说 CD稍微要快一点点 这CD的停车位置跟垃圾 他这个停车位置非常垃圾 一瞬间 虽然是他的车到的早 但是他停车的位置太垃圾了 Abo 是 他得等 他这个圈边 小五十也去马路界面了 嗯 没走掉 没走掉 这球片发现了 因为他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在墙边 或者是换个房子再埋一会儿 因为你如果说人掉了的话 等会儿你贴这个房子会更难贴 你近点有人的话呢 你还可以逼对方掏步枪 是的 楼层比较高去 是的 靠那番怒火 是的 然后把自己给烧热 扁燃 是 扁燃他的战斗状态 嗯 DT这暂时还在观察 圈内有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有一个联军的击倒是 Pero的小明击倒了扣的 哎呦 救人的人也倒了 是 这想的是很冒险 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现在看下来最好 是这样蹦蹦哎 哎 这是 这里可不新来啊 保友 这人可不是一般的多 主要是 主要是这样冲城的话 永远他这个车实在太慢了 另外 DT 等于是全军附魔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看了一下 他们只有最后一辆跑车 最后一辆跑车 肯定有两个人一起用 不然最后那个人就动不了了 这两个人一起过来 那就直接被抽爽 全队一起走 哎 没办法 因为他 我们刚才说沉默成本 他必须要把这两个人就缠 因为SMS这把掉了 是他的机会 结果没有想到 第二面的兄弟都比较难 哦 KRG跟XCG KRG是分战 他全面其实只挂两个人 然后XCG 他有一个人在他脸上 所以这边击倒的 因为车上是朝着崔奇的方向去开的 就看崔奇又 崔罗赫 崔罗赫 他的位置是在一个脉头的旁边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XCG在疯狂牵座位 所以防止吃了枪线 他这个座位牵的是真灵活 人头还被K了 天霸裂开 呃 不过想到你本身更多的血量 也是KRG打的嘛 所以就要拿到一个分 拿到一个分 啊 佩若和DT在增强天露的分数 赶紧动起来 哦 这里排了一次长蛇阵 哎 凑合 好像给了点机会 这是大餐 但我说实话 天霸现在这个位置 是有可能会被创造冥草面的 因为 等会KRG过来丢他雷 他 他不可能反抗 他现在只能封自边 然后如果刚过马路 就被揍回来了 去城里面卷吧 Pero这把 是的 他沿途还击倒了一个天天 那他其实可以往DT那个方向卷吧 你现在是城里面的大哥好吧 是 城里面的人没有一个 气势上有你说真的 Pero 所以 你是出现的队伍 嗯 你是周期赛冠军 你是有门票的 小子我看还有一把妹控 直接换一把 拳子动妹控 秀一波 红点拳子动 好 另外一侧的话 New Happy New Happy 因为天霸动了一步 对 往前摸了一步 是的 New Happy给了颗雷 随其啊 这边应该是服不了了 然后New Happy和天霸 每当他们互相淘汰的时候 场上就会响出 如同杀猪般的 针对选手 但是他是真的喊得好大声 是的 就场下彼此笑嘻嘻 场上MMT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竞争关系越是越喊感情越好 是的 是的 来搞起来 Pero搞 Pero击被猛冲 DT这波怎么冲啊 磨点打一个 打一个一对 但是只剩一个了 哦 没办法 真的被架子 这个现在Pero的心态就纠极好 对吧 这把吃鸡本来就很难了 上一把已经把那个谁 正面嘲讽了一遍 无所谓的 是的 哦 这里悟空的话还在继续爽抽KLG 刚才不停地有击倒 但是囊中的淘汰并不是很多 小轩 一颗雷雷倒了 唐弟弟 New Happy抢到了这个分数 唐弟弟的分数连带着把林树也带走了 这把竞争对手打了以后 喊的是真的大声 因为今天第一把上来天霸 把New Happy给撞了 喊得也很大声 当时林树不是打了那个船上两个人 喊得也很大声 是啊 这这个东西有意思 你要不让他喊 我就觉得没意思 你这样一比的话 前四反而石熙和4M 显得很沉默了 是啊 现在前二就很 也不太喊 就是他哪怕就是也是有这种 对竞争对手淘汰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4M是大为老师下场以后会说很多话 石熙兄也是啊 下场以后就开始狂漏 对对对对 这两个人是下场以后说很多话 哇天露居然还在 说实话这把天露打得挺有韧性的 但他稳呀 因为他其实没有跟什么队伍有正面的冲突到目前为止 我想想看天露这把 没怎么打正面 他只有过路的时候就是被打了一个嘛 利高瑟一波帝国干啦 帝国干啦 靠石器兽的架枪 你相信我吗 这波也是 算是靠石器兽的这一杆SKS 这两天悟空跟石器打的也是确实很多 悟空是跟很多队伍都打了很多 那倒也是 悟空没有悟空不打的队伍 天露这个吊人又是转移啊 又是转移 他又小扎了一波 是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队伍对New Happy有直接的威胁 他边缘都在互打 石器不想跟他打 想走 Pero已经拿下了天露的分数之后 在过点的时候 我估计是被小鬼给击倒 这样他石器兽带着队友也来了 你看Pero多快乐 是的 快不快乐 然后F7Y跟TMA 是在New Happy的近点在交战 TMA本来就只是两个人 战斗力也不是很足 快吧 我大左老师 大左老师已经没了 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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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炸倒一个 AZ想过马路 这一波timing 在捏雷 李高斯想 趁几个就 石器兽也被炸倒了 完了完了完了 出事了 最后一个人也被枪线带走 他真快乐呀 Pero 但是长龙 长龙前面有烟 他能够爬下坡的话 哎呀 但是悟空在补 没事 没事 掉了一个人 Pero已经 已经完全放开了 是的 他这一场打开一看 发现是个城卡 他已经放开了 哎呀 哎呀 这悟空是真的 士气也上来了 是的 没有我悟空不打的地方 对 半血 打一个 黄一鸣打的 黄一鸣打的 是 差一丝 瞟一下就没了 黄一鸣 这马路不好过呀 黄一鸣 一颗雷 走得早一点 黄一鸣把小左给补了 是 女孩皮跟 RF7Y 刚才RF7Y就已经贴到 女孩皮的近点 看女孩皮直播防守 呃 龙斯哥被击倒 悟空现在倒地的人 还需要服 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 过马路 RF7Y跟女孩皮 现在是互倒 而且倒地的人 还被捕了一个 他又十一杀了 给兄弟们喝口汤啊 呃 刚才一下子都没有打下来 但是因为 哎 患神被烧了 嗯 哦 一丝血 扛住了 周品言 人都不服了 啊 啊 出问题了 女孩皮 这把鸡怕是难拿了 明明说你救救我 碰到你脸上了 周品言这波碰到 是都不用你动 我自己动 打一个 周品言上头了 哎 哎 没